主要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是公布 今天新增两名的境外移入病例 都是无症状 印尼籍的渔工 索性不离桃源医院的群聚感染 没有新增本土病例 院方今天也请动了清零计划 预计三天之内将裁剪 两千多名的员工还有外包人员 主要官陈时中强调 现在遇到过年 不逃会做有限度的运作 但强调要完全恢复运作 还要等过完年之后 一早就有不少人戴着口罩 保持前后安全距离 到医院外的裁剪站 排队等着做PCR核酸检测 卫福部立桃源医院爆发群聚感染 累计有十九人确诊 岳方从三号起 启动清零计划 预计三天内将裁剪 两千一百三十六人 包括全院员工及外包人员 布陶前进指挥所 指挥官王碧胜也率先裁剪 至于院内裁剪地点 则选在立体停车场 以确保通风良好 上午已经完成裁剪 八百三十六人 其中两百二十九人 同时抽血检验抗体 进度相当顺利 桃源市长郑文灿主持防疫会议时表示 清零计划如果顺利没有风险 预计二月六号以后 布陶就可以慢慢恢复营运 如果没有风险 那布陶会进入下一个 就是二月六号以后 会进入这个慢慢恢复营运 不过指挥官陈时中则是认为 布陶是重度级急救医院 恢复量能对地区医疗非常重要 但必须先去除民众对院内感染的疑虑 要完全恢复营运 还得等过晚年后 陈时中强调清零计划检体 将分送四家北部医学中心实验室 等检验结果出来后 确保全部人员安全 后续还要做演练 完全没有风险 布陶才会全面恢复营运 记者拉什米秋福财 詹淑宇 台北桃园采访报道